Hi,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it's Emily 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上次拍视频大概是6个月之前了 这段时间呢,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 也希望大家都有好好的待在家里面 这期视频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下 在新冠病毒的影响下 这些时尚大牌都面对了哪些困难 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同时呢,还有一个小小的 Farfetch Shopping Hall在后面等着大家 喜欢的小伙伴就继续看吧 最近呢,很多的品牌都在做防疫类产品 像是凯莉珍娜的凯莉Skin 已经生产了6000磅的Hand Sanitizer 并送送了给南加州的医院 Rawful Aaron捐赠了1000万美元 给世界卫生组织 专门用于研发COVID-19的防御 Rorsace捐款100万人民币 给中国的红十字会 同时呢,也捐款了20万欧元 给米兰的医院 Gucci呢,生产了100万的口罩和防护服 送给意大利的居民和群众 LVMH集团呢,也带领了其他品牌 并和COVID-19做了很多贡献 像是Bulgary已经生产了10万瓶Hand Sanitizer 捐给意大利的民防部 近期呢,WeWeTown在国内的店 也逐渐开门了 生意呢,也有一些 但却不知道生产什么时候才可以复工 因为大部分的工厂都还在欧洲 疫情都还比较严重 但是呢,LV在法国的工厂 已经有匠人自愿返工来生产口罩 最先开始呢,是LV在法国的皮剧厂 然后有匠人自愿返工 为医护人员,一线人员生产口罩 现在呢,是LV的成衣厂 逐渐开始复工 有匠人在为大家生产防护服务 现在这段时间刚好也是 Spring Summer 19 Men's Fashion Show 就是春夏21年的男装时装秀的季节 但是呢,由于传统的时装周 因为COVID-19然后被取消了 所以LV的男装设计师Virtual Ablo 已经在准备更具有创造性的系列 LV的CEO关宣说 这将是一个从未见过的系列 MING PAO TORONTO 新冠病毒期间呢 我们听到了太多店铺关门裁员的消息 很不幸的Neiman Marcus将在这周宣布获产 成为第一个因为新冠病毒弹癌经济下滑 而受影响的美国百货公司 Neiman Marcus是一个奢侈品百货公司 销售的品牌包括Chanel, Prada, Gucci 这些耳熟人像的大品牌 分店呢也位于北美的各大城市 最近几年呢早就已经复战来的 Neiman Marcus一直在和折扣店 二手店和网上购物做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 尤其是像Net Porte 还有Farfetch 比较大的平台 现在呢全球大流行又迫使它暂时关闭全部的43家门店 还有它暂时解雇了一半四千名联工 现在的Neiman Marcus呢只出为网上订单 不过如果宣布了破产它会不会有更多的折扣 说到折扣呢最近的Farfetch在打折25%off 官宣说这场活动叫Supporting Boutiques 是帮助门店的这样的一个折扣活动 Farfetch大家已经都很了解 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购物网站 它而是一个购物平台 通过与在世界各地的买手店合作 大部分这些店呢都在欧洲 有一部分在美洲和亚洲 正是现在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 Farfetch的店家呢也是自愿将产品打折 Farfetch同时也会给店家一个相应的福利 所以呢有折扣这么好的事情 怎么能不跟大家一起分享呢 接下来就一起去看看我在Farfetch上 找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吧 Farfetch这个Supporting Boutiques的活动呢 在主页就能看到 然后我们点这个链接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第一个要逛的呢 就是这双Jack Moves的小凉鞋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寄带的小凉鞋 就是小猫根比较矮的一个小根 然后价格呢现在也非常的好 打了20% off 这个根真的很漂亮很别致 Jack Moves也是这两年非常火的一个牌子 是法国的设计师 然后这两年出的比较多的比较火的 就是他们家非常小的小包 就是装口红之类的 就像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蓝色的 还有旁边的这个稻草包 都是Jack Moves这两年比较火的系列 我们从图片上也可以看到 这个包的size比较小 所以只适合装一些零钱啊口红这样的 算是一个accessory一个配饰这样来搭配的 价格上呢现在打20% off也是比较划算的 这个稻草边的包包呢非常适合度假 也是Jack Moves去年出的新品 有一个大号一点的 我们看到的这款是mini size小号的 非常的适合假期去海边度假呀 这样的一个比较休闲的一个配饰 就是一个包包 价格也是很划算 打了19% 9折现在是326美金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 季凡希的V1 然后也是现在比较划算 它是一个新一季的产品 然后现在打了25% off 只要690美金 然后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卫衣形式 戴帽卫衣形式 然后前面写着Gifanchi的logo 然后还有几个不同的颜色 这个粉色 然后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紫色一点 然后还有白色跟黑色 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这个浅一点的粉颜色和黑色 比较百搭 然后粉色这个浅一点的粉颜色 然后是有金色的logo印花 印着Gifanchi的牌子名字 然后价格呢 现在也是打了25% off 价格是525 这件T恤让我最喜欢的就是 它看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它是有上身的一个破洞的这样的效果 这样穿机风格起来比较街头 然后也是新一季的产品 所以现在买是比较划算的 在Farfait上必须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Greedy的鞋子 像是这双我个人觉得比较有趣 它比较适量是一个美式复古的风格 如果有对复古不太了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我有做过专门一期是讲美式复古风格的 之所以说一定要给大家推荐Greedy 是因为在美国它是比较难买的 而且在Farfait上呢 又有这个难得的折扣 像是这双高筒靴就也非常的划算 打了8折之后现在是1800美金 这样的长筒靴最早是Store Wiseman出的 这样过膝靴 然后呢Rick Olven也出过一双 比较运动版的过细靴 然后Greedy这双呢这两年是比较火的 但是Farfait上面对Greedy的Label不是很明确 所以说如果有喜欢Greedy的小伙伴 还是要自己去做一下功课 查一下自己最喜欢的型号 然后再来Farfait上面找同款就可以了 这双白色的靴子呢最近也是非常的火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Greedy这种 跟比较低平跟的一种这样的短靴 我自己的几双也都是这样的型号 比较好穿还非常的显腿细 那如果在国内的小伙伴想逛Farfait的话呢也是可以的 Farfait上面你只要点这个国旗的标志 然后拽下来找到我们的中国大陆就可以了 它是可以直接用人民币结算 然后直接邮寄到国内的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的结束 希望小伙伴们喜欢我的视频 然后不要忘记关注我哦 有什么意见的话 请写在评论区 我会积极的跟大家一起讨论的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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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